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要先来去思考一下 这一个值是不是要修改 您看一下 我现在修改的应该是整个这个值 整个这个值是多少 是不是应该是A2 A2在这边不能这样打 A2在这边我们必须要打 那个Sales 然后刮骨 然后里面的值 不可以直接打A2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内容换掉 换成什么 包含这个地方 都要换掉 空一个 and 就是那个两匹 应该放在这个地方 在接什么呢 接储存格 储存格 哪一个的储存格 是不是 A1 对不对 A1 所以是1 逗号1 然后又刮骨 里面的直 VALUE 那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这个 这个内容啊 它其实就是刚刚我这边显示的这个 CodingBook.jpg 好我们来去执行一下好了 刚刚刚刚刚刚在这个地方嘛 刚刚在这个地方 你们可能要学会一件事情 我本来游标是不是落在B1 游标落在B1 然后接下来我程式码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已经改好了 改好之后我就直接执行看看咯 你看是不是就把图片放过来 然后有看到吗 就是刚游标应该在这个地方 再做一次 好 你看当我在这边我修改好之后嘛 然后执行 你看 这边有一个绿色 有看到吗 B2 应该知道现在有标在B2 还有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很会改了 我们是不是A1 A2 A3 所以这个值应该要改成变数嘛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值改成 用变数来呈现 直接打一个I就好了 可是 你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写一个 FOR回圈 FORI 等于 从1开始 1 到多少 2 最好是自动抓 A1的最下面 这应该也会写 在这个地方呢 1到 例如说3好了 然后 每一次执行 1 接下来 最后是不是写 NXTi 然后 这个注解应该叫做 重复执行 重复执行 然后 接下来 我们 来去执行一下 把这个档案删掉 这我们稍微先把它拉高一点 好吧 拉到这边 好 现在又不要放在B1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去做 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刚刚图片资料清测执行 你看三张图片是不是全部都翻过来了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这样图片清测是不是就很容易制造出来了 可以吗 这尤其我想在那个 在制作那个名册的时候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 好 请你们来一下就动手来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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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